今天就学做一个新菜 我先弄了一个汤 应该可以的 哇 鸡汤 大家之前可能看过我做白斩鸡 这是要注意的 那天我的朋友打来了 看了我的视频就学做白斩鸡 结果弄到整个厨房都很脏 所以打电话来投诉 这个白斩鸡弄好了之后 我做法就是用筷子这样子 夹住它这个翅膀 然后让水慢慢弄掉 就拿起来 结果我的朋友这样夹的时候 那个鸡翅膀就断了 掉在水里 整个水弄到整个厨房都是 所以这个原因就可能是 第一那个鸡太年轻了 太软就容易断 第二就是可能煮得过手了 另外夹的时候也有技巧的就是除了这样夹 那个手两个筷子呢就是这样子夹在里面 就是用那个耐力啊 内功这样子慢慢的轻轻的把它拿起来 这个呢就没问题了 就整个鸡呢就很美就拿出来了 我们吃白斩鸡或者手撕鸡都好 要等它凉了之后才去把它拔或者砍 这样子它的肉呢就不会散开 那这个汤底呢我是用玉米汤来熬的 我今天用这个玉米汤呢 刚刚学了一个新菜叫做我这个汤 这个玉米跟那个鸡来熬出来的汤 所以刚做那个新菜呢就是 曼西亚马来西亚很出名的 一个叫做面粉果 我呢就是已经准备好了在这边 这个面呢我已经涂好了 就没有拍给大家看 我的女朋友有菜 等一下我把它的剪过来 然后呢我的就是 现在还没到吃饭时间 要等多半个小时呢 我才开始去做这个汤 因为午餐呢我只是两个人 所以呢我这个汤呢 非用一个小的拿出来 不要一锅汤用到碗 然后你又会一些呢晚上来用的 所以煮饭呢要怎么讲哦 要变痛不要啊 看了之后你煮多止吃啊去练习了 它就不一样的了